哈喽,大家好,又到了七八月份,酷暑难难的季节 前阵子一直待在美国,对于夏天来说温度都是还是比较适宜的 但是前两天我刚回国就受到了一波热浪的洗礼 但是回国的第二天呢,就经历了超强台风力起码的登陆 虽然我们省份呢,大部分城市都是比较平安无事的 可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开州啊,宁波州山这些沿海城市受到了非常大的重创 那我希望看视频的小伙伴们一切都能够平安顺遂 在过后的这一两天内呢,也出现了台风蓝的天气 当然高温天气依旧持续洗礼着我们 那夏天到了,大家都到了就是路胳膊路腿的这种时节了嘛 除了大家的身材,其实最吸引人的还是你脖子上的饰品 那今天主要讨论呢,是其中一个比较畅销的系列,就是Alhambra 它Alhambra系列呢,包括Vintage Alhambra和Sweet Alhambra 那它们两个价格也是有差异的 虽然外观上看起来是比较相似的 那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去参照官网去查询相应的价格 那这个四叶草呢,它也是具有非常美好的寓意 就是寓意着健康、财富、爱情和名誉 如果你拥有了这个珠宝,不仅仅是让你在颜值上有大放异彩 同时让你在这些其他的方面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期盼 也是非常美好的了,对吗? 那首先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一款手链 就是这个红玉髓手链 像凡克亚宝呢,它四叶草系列 它其实有比较多的颜色 从白色、黑色、紫色、蓝色、红色等等等等 以及最近新出来的玫瑰金色 那当然还有绿色孔雀石嘛 那我觉得它的每一种颜色都是有它自己不同的特点 像白色和黑色都是比较百搭大气的 那么像红色呢,比较贵气 然后也会比较显得自己知性和成熟 像孔雀石呢,又觉得显得比较迷人吧 在我去购买这款手链的时候呢 我也是试带了各种颜色 这么多颜色中我比较钟爱的颜色就是红色 还有绿色以及白色 最后为什么选择这个红色呢 我是觉得白色和绿色 我查阅我资料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告诉我这两种宝石嘛 一个是贝母,一个是孔雀石 这两种材质的珠宝比较娇嫩 怎么说呢 就是它们容易被自己的汗水 以及是像那种水汽 空气中的水汽或者是你洗手啊 或者是各种洗澡时候的水 水分沾着以后就很容易脱去它的光泽 虽然说像这些奢侈品 图宝都是要做到细心的一些爱护工作 但是我觉得珠宝买来就是还是带的嘛 那你平时像你夏天的时候流一点汗水 这些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觉得如果是像孔雀石或者是贝母那样子 交细的供养着 那我觉得我还不如不买对吗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红玉髓手链的细节 它首先是给你一个盒子 盒子是绒布款的 那么外面呢也是映衬着BCA这个标志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塔 那么我觉得像这个盒子还是蛮有质感的 它中间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夹层 同时它还给你一个旅行袋嘛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手链的细节 这个手链呢是由18K金 以及这个红玉髓镶嵌而成的 那么在这个红玉髓和这个链接处 它是有这么多小猪猪来镶嵌的 那我觉得它这个工艺是做得非常完美的 可以说 那我在刚刚呢也是把手链进行了一个试带 那戴在手上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比较的大气 也会就是显示的就是整个人的气质 以及品位的一个就是提升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手链呢 它不仅是在这个刚才的就是这个设计上 就是采用了小猪猪的设计之外 同时呢 也在每一朵花之间的衔接处 也采用了比较细心的一个就是设计 就是它以锁链的方式 进行了一个链接 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为了增加这个手链的牢固度 那我觉得总的来说呢 它这个手链就是可以为你在夏天或者是冬天 你的outfit有那种加分的一个效果 但是你如果要找朋友 不是你自己亲自去店里买 找朋友的话 你一定要认准 就是身份认证 首先呢 就是它的在手链来说 它的第一朵花的侧边 就是这个缝隙 就是猪猪与猪猪之间缝隙 它会有一个身份证号 这是对每一个就是它的产品的一个认证吧 同时呢 它的这个五金的这个锁扣上 也有一个凡克亚宝的logo 然后呢 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一款也是红玉髓系列的 就是项链 那么项链呢 我是刚刚买的 所以它的包装会比较完整 除了它的有这样一个盒子之外 它其实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白色的这个盒子 那它的绒布袋依旧是绿色的 比较经典的颜色 打开之内呢 是这样子的 一个这样防尘的布 或者说可以防按压吧 然后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 依旧非常经典大气的红色 对于这个视频的展示呢 待会再说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怎么看这个产品的包装 它除了这个盒子之外呢 它还会有一本这样子的小册子 就是这样一个册子呢 它边上是有这个凡克亚宝经典的绿色绸缎 给它进行了一个蝴蝶结的装饰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内部是怎么样子的 内部是比较炫烂的这样一个卡片 那它这个卡片的边上呢 也是做了一个像这样子银色的一个 就是银色的不知道什么工艺设计吧 还蛮高级的显得 然后呢可以看到它像明信片 但却不是明信片 而是它这个五花 就是Alhambra系列的不同的 比如说像耳坠啊 像这个蝴蝶系列的啦 或者是这个白金系列的 耳钉啊 戒指啊 以及这个项链的一个介绍吧 可以说 还是做的蛮出彩的 我觉得它这个系列 除此之外呢 它还送了一个这样子的旅行袋 是按压扣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一本 这样子厚厚的小册子 它这个小册子呢 打开以后 这面是就是法国的那个店的 第一家凡克亚宝的那个店的那个图案 然后中间呢 是一个它的保养的那个 保养的那个册子吧 打开看一下 就是是各个国家不同语言的 告诉你怎么保养 怎么维修的一个说明吧 然后在这个边上呢 还有一个就是证书 上面写着 Authensity Certificate 是凡克亚宝的这个证书 那它有一个反尾商标 但是我们为了防止就是一些假的商贩 商贩就是盗用我的号码 所以我觉得出于安全考虑 还是应该遮挡一下 那它这个系列 在上面有一个这个系列的这个编码 什么JA什么什么 然后下面呢 是这个产品 它自己的身份证号 下面是你的购买日期 这个整的来说还是比较就是正式的 也是比较用心的啦 这样子一种设计 会给人一种比较放心的感觉 当然如果你要去进行一个维修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要带上这本certificate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项链 那项链跟手链 它刚才说了 它认准的那个身份证号 是在哪呢 手链呢 刚才说了 是在第一朵花的这个边上 那项链是在哪呢 项链就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logo的 这个上面 就是有这么一个牌子嘛 上面有VCAAU750 然后另外一面呢 就是它的身份证号码 然后它这个项链呢 整体的设计跟这个 手链是比较相似的 那我这款是中号 中号的话比小号看起来会大很多很多 在脖子上的效果也是非常的 抢眼的 那这款的链子呢 设计也是跟手链是一样的 但是手链的这个链子的粗细 会比这个项链的会粗一些 可以看得见吗 然后它这个因为是新买的嘛 所以颜色会偏有一点粉的 K金色 然后因为这款呢 是买来已经一年多了 然后经过就是 就是水啊 或者是一些空气的暴露 颜色会偏黄一些 那刚买来的时候 其实颜色都是比较偏粉色的K金色 这个也是凡克亚宝 它这个 就是18K金的一个特色吧 它采用的是金银铜三种混合起来的 一种合金 因为铜它本身就泛红嘛 所以它的这个颜色会有一点点泛红 因为我手比较细 所以我卡在了是两朵花之间的位子嘛 那项链的话 如果你的脖子比较细的话 你也可以 就是 这个是它原本的就是卡扣嘛 扣在这儿 但是你如果想要带出锁骨链的效果 你可以卡在这儿 然后项链和手链都是可以免费的 加长和一个缩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 都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你在两个星期之内 你想要进行一个更改的话 你都是可以拿到店里去进行一个调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号的效果呢 是这样子的 然后小号的效果 我待会会在视频的边上进行一个放 就是呃 呃呈现 那我觉得小号对我们来说 对我来说我觉得太小了 可能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你就看不到它的存在了 那我觉得大号虽然会比小号价格贵 反正小号在美国的价格是1600 然后这个中号的价格的话是2680美金 会贵1000美金的样子 然后就是官网的价格 然后首链的价格呢是4100美金税前 现在美国如果你是在免税区购买的话 那我觉得价格跟香港比起来是有优势的 差不了多少 因为现在汇率上升了嘛 那如果是就是在那种 比如说纽约啊旧金山大部分地区的话 那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会比国内价格会便宜一些 像这个凡克亚宝它这个玉髓的选择呢 其实我觉得要看个人 如果你肤色会显黄一点的话 那我觉得建议还是选择深一点的颜色 会显得肤色会亮一些 如果你带这个就是比较深色 比如说绿色啊红色啊这个项链的话 那如果说你肤色是白色的话 那我觉得任何颜色都可以hold住 那视频的最后呢 给大家一些关于保养红玉髓的一些小tips 首先呢红玉髓怕刮擦怕摔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不要把它就是不小心弄到地上 或者是进行一个和金属的一些摩擦 因为它非常脆弱很容易会有划痕 其次呢就是它怕高温 一定不要用非常热的水 就是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进行一个冲洗 这样子也会让它失去水分 同时呢它也非常怕一些香水的一些腐蚀 然后呢如果要进行一个保养的话 就最好放在凉水里给它进行补充水分 一定是要凉水哦 说完的话说三遍 凉水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就是outfit加上这个视频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非常的贵气你出席任何宴会都可以 或者是你日常的穿搭也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跟大家say goodbye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不要忘记在下方帮我点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拜拜 拜拜 拜拜